今天过来这里摘葡萄 是我朋友家里种在山区的葡萄园 现在葡萄都已经成熟了 这种就是山榻种植的葡萄 你看我这个葡萄就是没有打吹红剂的 它那个颜色可以分辨的出来 打了吹红剂的它是全部是一串葡萄全部是黑的 我这个红中带黑 反正阳光的充足的地方它就成熟的早一点 阳光那个没有照射不到的地方 它就成熟的晚一点 我这个葡萄 不用不打甜蜜素 不打吹红素 它这个照应问差大 这个糖分自然就生成了糖分比较高 不需要甜蜜素 也一样的甜 但是打了甜蜜素的葡萄 它那个口感不一样 甜的让人射不了 我这个是甜的相当自然 这种自然的甜 灌开用的水都是山泉水 对 它们是山上自然藏下来的山泉 这里就是葡萄园的灌开用水 都是山上接下来的山泉水 像我们这里的葡萄 山泉里面气温相对来比较低 这一温差相当大 它那个生长的时间比外面的都要长得多 像我这个葡萄 品质相对来说比人家的要好 看这个葡萄它的颜色 特别均匀 很甜这个葡萄 可感特别好 在这种环境下种猪的葡萄 在这种环境下主义就是 感谢观看